我们又回到第二集 来到你的第二个人生 当然在娱乐圈的事情 有很多人想知道 是的 觉得我什么都知道 谁跟谁拍拖我都知道 每个人都是这样问 由小到大都是 报纸说他们是否真的 我怎会知道 我不认识他们 娱乐圈也曾经早年 入行之前有些人乱来 甚至演艺圈群起杯葛 觉得他们太过分 有时我听到有些朋友说 那些娱乐集资都离谱 我问为何你还看 他说我不看 我跟朋友没有话题 如果你的朋友是靠这些话题来维系 这些还是朋友吗 你应该认识另一些朋友 当然他会继续认识那些朋友 他会继续乐此不疲地追 因为我跟他们说 其实你自己多不多烦恼 多数人都是很多烦恼 我说你嫌自己的烦恼不够多 你还去理别人的烦恼 因为娱乐圈 即是娱乐传媒爆出来的 多数都是别人的烦恼 越是多烦恼的就越收视率高 我说你自己都够烦的 你还要烦别人的烦恼 那些烦恼是否找自己笨 当然也都是那样东西 讲的就是 然后他转过头又是继续看的 当初你由一个运动员变成 进入了娱乐圈 其实有个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由奥运的时候 多了人报导 多了人报导 有做访问 可能那段时间亦需要多些新面孔 很多读书或做模特儿的转行 运动员转行 所以就有这样的机会 本身我认为继续去美国升学 但到最后就要衡量自己 在运动上的未来发展 因为我最大的局限是先天的条件 外在条件不够高大 手脚长 里面应该可以的 我的心肺功能 我应该是心肺功能 我恢复能力 我的技术是有的 一定有些天分 但外在的不够高 人家画一下 我要画一下半 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局限是大 所以突然间有一个演艺事业 可能是自己的终身职业 所以最后就决定尝试 但父母都是想我读大学 要我继续升学 最后香港大学收了我 我便可以一路做艺人一路读书 所以就进入了演艺事业 即是拿到一个平衡 其实父母也很难得 因为有很多父母 逼子女一定要读某一科 一定要读如何 我试过遇到一些特别的案例 有一个女儿 就是她读完之后 她把那个程度给了父母 我帮你读了这个程度 现在我自有了 我去读我自己喜欢读的东西 另外一家 另外一家 她很想维持正义 即是她很有正义 我要读法律 我要可以维持正义 结果她读完之后 她在实习的时候 她才发觉原来是很不正义 接着呢 于是她就丢了个地方 即是她不再做 完全不再做法律有关的事 但其实你读什么 和你将来做什么 不需要直接有关系 因为她学了法律的训练 她接着去管理这间公司 她的思维是有帮助的 正如你做完运动员 你在演艺圈的时候 运动员的特质 仍然会对你有帮助 也有的 即是会 工作态度 或者是挨得 脚踏实地 不会想究竟我怎样开雄 红的时候可以做些什么 会否有些捷径 就不会想这些 都会做好自己的本分 但刚才法师说的 我家人也不允许很大压力 她说句话 她很相信 小朋友是自己生的 一定有自己的基因 她不会望子成龙 因为她说她自己不是一条龙 所以她不会逼自己的子女 成为一条龙 因为我生出来的 我都不聪明 她觉得只要我可以发觉到她 她比我自己更聪明 我就觉得有样东西更聪明 我就觉得我做父母已经成功了 所以我们从小到大 其实每个方面都不会有很大压力 至于刚才你说的 帮父母读书 我又有个例子 首先我读大学 我父母一定想我读 他们两个都不是大学毕业 我大儿子 所以他想我读完大学 都是好事 我读大学的时候 我都没有选电影音乐去读 我都是选会计去读 因为都不知道我在这行做得不做得到 所以都是一个后路 你也喜欢计算 当然不是 我从中午开始 就没有平衡那条数 但都要读 因为我妈说要找工艺 做会计 接着就读会计 我现在做游泳学 我三年没有看过自己的数 全部都是交给伙计师去做 我父母也不是很压力 但我读书的时候 当我读香港大学的时候 因为我还有游泳 帮学校比赛 又去亚运会 世界大学三运动会 但当时我第一是读书 第二是演艺 第三是游泳 但我读书的压力也很大 因为我读书其实不是特别好 所以我入香港大学 都是一个运动员的奖学金计划 都是靠我在美国前一年去美国准备奥运 在美国的成绩 那些叫non-jupers 不知道还有没有 就回来读 用了分语去读 所以我一开始又要拍戏 所以我很忙 但我也有上学 但读书也不聪明 所以我有收警告 我还记得我去南华会 他还在南华会练书的时候 当时我已经入行 有个家长截停我 他跟我说 他回来 你一定要大学毕业 我第一次读书 我大学毕业不是 关你什么事 我打算帮我爸妈读 他们想我读 他们想我读 我打算帮他们读 那就读吧 他说不是 你一定要读完 我说为何 他说因为 我女儿很喜欢你 我女儿以你为她的保养 我跟她说 方学生又要游泳 又要做事 又要上学 她做三样东西 她都可以兼顾到 女儿你只做一样东西 就是读书 你这么喜欢她 那就学她 她这么忙也能做到 你也能做到 如果你半途而废 我大事了 我回到她 我不懂得教我的女儿 所以你千万不能放弃 我那一刻压力大到 但原来我从来没想过 读书不是为自己吗 不是为父母吗 原来还可以为其他人 但这就是 最后变成了我坚持的动力 你遇到菩萨 是的 可能是的 在演艺圈里面 有很多人的形容词 大染缸 多数是不好的 尤其是你那个年代 很多人入行 每个都会梦想 所以一开始 一定是歌星先 为什么呢 因为歌星有机会在红馆开 红馆之后 其实多了很多人想做歌星 因为收入很厉害 即是卖二万张票吗 但以前是四大天王 还有谭校长 哥哥 那些一刻开一个多月 二十多三十场 当然好 今时今人开三场四场 已经了不起了 当时如果问中小学生 我的志愿 有很多人想做歌星 当然不是一件太好的事 因为他们想做歌星 是因为觉得 我唱歌而已 嘻嘻嘻嘻 我又赚很多钱 他们又有误解 其实是否真的这样 一定不是 不如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那个路上的嘻嘻嘻嘻 转回会国各样东西 那绝对不是 绝对不是 我觉得当时说大眼光 其实因为我出道时 已经少一点 听说八九十年代 拍电影全都是黑社会 当时拿枪指着你要拍戏 全部都是这样 开戏 全部老板都是这样 所以会是这样大眼光 而且我入行时 有人说你一定吃烟 会说粗口 但到今天我都没有吃烟 我还做了禁烟大事 我觉得第一 看你怎样去选择 怎样去选择朋友 或是你自己有没有定力 各方面 其实我到今天 我都不觉得 众艺人 或是大家会说你是公众人物 我认为明星 其实有 有几了不起 是因为 我早几年 还经常在内地拍戏 我遇到很多演员 成为好好的朋友 他不是很出名 他跟我说 工作做演员 很辛苦 很枯燥 受不到人尊重 譬如他跟大明星拍戏 大明星期很短 他试过同一场戏 平时我们一起拍 拍完就可以放下 剧本不需要记 但因为我跟大明星合作 大明星可能只有一天 他来就拍完 但之前导演拍摄你 你先拍过 到大明星来那一天 就拍大明星那边的样子 你也要陪他再做多一次 即是所有的剧本都不能放下 你也要再做多一次 大明星拍一天 其实之前拍了一个星期 他跟我说 小芳 他说我们做演员 做鸡 我说街市 他说你是被人选择 你有什么分别 选择你 选择你 都是这样选择 一定会选择你吗 不选择你便选择别人 对很多老闆来说 对导演来说 其实没有分别 所以你是被人选择 有多少个今时今日的演员 非选择你不可 不多 可能只有1% 其他人都可以被取代 当他跟我说这件事 我就会觉得是 就算你有多少人喜欢你 其实你是否真的可以 真的可以 不可被取代 其实不是 当你是可以被取代 其实你自己又有多了不起 所以其实 我都很受影响 这句说话 我不是因为这句说话 我就会令到我要做不可被取代 但我会觉得这是一个事实 其实你做所谓的明星也好 其实你是一个职业 免得是别人给你的 最多是去茶餐厅不用排队 但假是自己丢 你和他指个鼻子 我不用排队 别人不给你的时候 你便会严重 所以我觉得 其实没有太大了不起 所以其实这就是我做了这么多年 我都会比较觉得 脚踏实地一点 其实我自己都是追求的东西 不是名利上的东西 我看得出 为什么 因为我认识有一些演艺圈 尤其是年轻一点 你很容易会吸毒 未必是很重的毒品 可能是吃大麻 是因为他们的压力 他们自己承受不了 因为有可能是十多二十岁 甚至都未成熟 已经捧了上天 他自己觉得 你很容易飘飘然 站不稳 但是娱乐圈 其实不止娱乐圈 做人也是 人生都是无常的 有起有跌 他一跌下来的时候 就很难承受 尤其是 我知道有一些经理人公司 就是他签你十年 然后一开始的时候 就任你大发童 他明白 任选公司帮你买单 去哪里都四五个人跟着你 原来全部收回你钱 到你一不成功的时候 公司就说 喂 你这个数据要找回才行 他便很难承受 他不想去到这一步之前 他觉得 不是很安全 他便会有一种 不知怎样算好 他便走歪了 即是说 用毒品或者喝酒 诸如此去麻醉自己 但你一定不会 一来就是 运动员的discipline 另外就是 你亦没有想过 我一定要大同大子 我一定要做到什么位置 所以这件事 我觉得是 我初时 其实一入行 我也有少少这件事 就是我会觉得 为何我没有那么成功 是因为公司不够 给多我的资源 他不捧我 他不怎么付钱 去拍MV 我也会有 但当然经历了这么久 我又开始有信仰 我又会学习佛法 我听很多善知识 吸收多了 再加上我又做慈善活动 我个人会更加感恩 知足 我自己觉得 信仰很重要 信仰最重要的地方 无论是佛教也好 天主教 基督教也好 信仰最重要的地方 是把自我放下 即自己不是第一次 即是 你对佛菩萨会跪下 因为他是第一次 对耶稣 因为你的所有机会 你的天分 全都是耶稣给你的 我觉得这件事 将自己放下的时候 你会更加 当遇到生活上的困难 你就会容易去处理 所以我在这一行里面 你问我 我觉得我可不可以成功 我觉得我可以 但当我真的不成功的时候 我又没有什么值得埋怨 我又觉得我没有什么 值得需要我去埋怨 我亦不会觉得有 特别大的烦恼 这就是我暂时的阶段 但我也很想成功 至于我一开始入行的时候 我也有经历很辛苦 就是不要以为运动员入行 就是赢在起跑线 但是有两样东西 是最令到我辛苦的 就是第一 运动员可以成为成功的运动员 因为他对自己要求很高 他好知道如何可以再做得好些 好知己知彼 你赞他没用 因为实力就是说话 但当我一入行的时候 我没有这个实力 我没有学过唱歌 又不懂跳舞 又不懂做戏 没有学过 我知道我没有实力的时候 我就很自卑 我就很耐向 因为我运动员转行 我知道什么是聪明 我知道我现在不聪明 你赞我英俊也没用 因为我不觉得英俊就是一切 所以我是很耐向的 最初的几年 而我耐向 虽然我是很多人认识 赢在起跑线 但是 别人就会说 很困难 不说话 其实不是我不说话 不是我困难 是我不知说什么 所以我很少说话 别人就会觉得我很困难 别人真的问我 可否说一首首歌 第一首派台的歌 是一首快歌 说完了 是的 这首歌也挺快 这首歌不是我作的 原来之前没有人教我 没有人教我 唱的时候 可能我还未明白歌词说什么 我怎样说 不懂 别人就觉得我困难 但因为我真的没有这个训练 究竟如何做这一行 跟别人做访问 我又不懂得做访问 所以更加自卑 所以我收起自卑 直到美女厨房 才开始看到师兄 怎样做 现场观众 怎样看到他们 来的时候明明 乌眉欺碎 昨晚玩完 又骂完交 和女朋友 一到 就生了 为什么会这样 我那种艺园 还是受自己情绪影响 今天很累 怎样做事 就是这样 但他们不是 我才知道 原来你不是做自己 你这份工作是娱乐观众 你是要做事 原来我才知道 原来我 要这样表现自己 才是一份工作 不只是以自己心情先 这是很好的经验 因为不是每一行 你都有机会有这些领略 其实你本身的善根也不错 至少你遇到这些情况 你知道原来是这样的 你是当下就已经知道 还是你现在回想才知道 当然也是回想才知道 但我当时知道 原来我是要学他们 要这样做 但也是要经过时间 才可以慢慢做得好些 所谓的压力 我自己的经验 当然我还在家的时候 我都不会这样想 现在出了一段时间 加上有很多人有问题 他们会来问我们 我们是一些免费的 临床心理学家 我听很多人跟我说 他们的烦恼 他们的问题 其实我看到 多数都是自己制造 有时候的压力 是可以变成动力 所以我有时候 跟运动员聊天 他们都会说 会有压力 有些是在比赛前一晚 很大的压力 分不出家屋 有一些是 可能在比赛的时候 怕输 或者我现在赢 但会否被人追回 那种压力 我说 其实重点就是 你一感觉到 一感觉到 咦 我的压力来了 就立刻停一停 停一停 就不用停很久 暂停了 你只是 停一停 然后就回到呼吸 回去呼吸 因为 为什么会回到呼吸 就是因为呼吸 随时跟着你 你只要立刻回去呼吸 你又不用说 我停一停 然后立刻这样 这样 人家就当你傻 你只是 比如说 我突然间 你讲一句 激怒了我 我有一种生气的感觉 你这样说 你一来的时候 你感觉到 你真的停一停 然后就 继续讲 其实原来这样停一停 然后你回到呼吸 已经解决了一半的问题 就是我们往往是 脾气出来 我停不到 那时候是因为你太迟 原来在那个情绪出来之前 是有一段时间 当然那段时间 有些情况是快一点 有些情况是慢一点 但他也是慢慢 由刚刚开始到飙 但如果他刚刚开始 你aware 即是你 咦 你立刻停一停 然后回到呼吸 其实很大帮助 但最难就是 自己懂得停那一下 不是 最难是 你知道 知道你 那一下 当然这个 说是简单的 做就不太容易 是因为练习迫少 所以我们就会 鼓励大家 就是要多一些练习 那种练习就是 运动员这样 一做一晚 寧愿短时间都不要断 就是说天天做 天天做 天天有功 因为我们人的脑 是有可塑性的 是 即是说如果你练习 这样去做 同一样东西 即是等于你现在 叫你 游回你当年的记录 没有可能 因为你已经 没有了那种惯性 但是那时候 你不用想的 你再这样游就 已经可以了 所以最重要一样 就是如果我们一做一晚 就算是很短的时间 比如十分钟 早上十分钟 晚上十分钟 这样去连续 三个月 我通常都会这样说 如果你肯定连续三个月 而你觉察到 咦 我没有变化 我一样很容易发生 很容易有情绪 我就会说 你回来找我 什么都行 因为我很有信心 如果你真的这样去练习的话 你的觉察能力会高很多 变成情绪上来 你马上知道 一知道的时候 你很容易释放它 因为你只是回呼吸 这样就可以了 好 因为我 你刚才也有说过 在演艺事业 你有什么计划 我现在也不知道 所以我不问你这个问题 我也有改变 我以前很多东西都不肯做 因为觉得自己不懂做 就不肯做 但我现在也有改变 我现在什么都会试做 所以我在疫情的时候 在疫情前 我认为超过一半工作 都是内地 疫情期间没有回到内地 所以在香港的时候 如果我什么都不做的时候 我会觉得太被动了 结果我就是 别人找我 叫我做 我主持也做 私宜也做 访问也做 所以我去奥运也做 其实奥运 你叫我 很多人赚你 叫我拿咪 去打咪 其实我上次是2008年 其实我都不懂 我都没有什么技巧 我都是全部 写下的功课 我都是照读的 但是也会尝试去做 就是想给自己 其实 不要说是娱乐圈 想争取多些机会 其实我反而在想 是训练自己 训练自己 训练自己 什么都肯去试 这件事 也很有趣 我都会调整自己心态 我去到我都会有运动员 拒绝我不和我做访问 因为他要准备 或者我都会有很多行家 跟我去争取做访问 大家会去 抢发问 我都会在想 其实我在香港 是20个记者围着我做访问 我现在是我 我去其中一个做访问 我还会被人说访问 那些都是我私底的师妹 我都很不开心 可以 但自己都会去调整自己的心 去学习如何去做这件事 都是要学习如何去调整 放下自己 我觉得这些都挺好玩 刚才你说很难 和其他人说很难 我都会尝试 我最想练习一件事 就是要用心去转景 不要让景影响心 就算我跟朋友说他有烦恼的时候 我跟他说他真是当我疯狂 鬼不知道 知道就不能做到 说一下容易 这是训练 这是训练 这是练习 但是是这样的 英文很简单 如果你不能改变情况 你会改变你的心 你也不能改变这件事 你还这么烦 这么辛苦 改变你的脑 我妈很急 我妈是属马 我妈是白羊座 很急 我妈也不能改变 我妈也不能改变 电梯离开了 你再按也没用 它不会快点到 我妈是这样的 我妈就是这样 以前排队那些 冲了去过关 冲了去那边那边 突然有一条龙 冲了去那边 排队 我妈 你过了关后 你也会等我 我在排队龙尾 你去到前也是等我 不用那么急 所以这个就是 我觉得很有趣 就是会和别人去分享一下 用心去转的境 即是说 其实不理你做什么行业 在人生上 其实不断有很多东西学习 最重要的是 我们放开原有的一切概念 总之 在当下应该做什么 我们去做 其实就会容易成功 你也会自在很多 多谢 遲些再谈 好 谢谢